李居明宣布 由他经营为处不割历史悠久的大剧院成功续租三年 一众粤剧大老观包括丐明辉和龙冠天等 就齐齐出席这日的记者会分享喜讯 李居明表示业主原本有意将地方租给其他团体 但同对方多番商讨滑船 最后租金略作调整同意同他续租 经营期亦正式跨越十年 现在是跨越十年粤剧农情 希望继续新光能够为粤剧界提供一个好的演出场地 分你兴不兴奋开心 兴奋十年人士多翻身 新光戏院是我的出道以来第一个平台 因为熟个舞台和熟个平台 我是有信心 新光每个地方我都踩过 知道哪里有些地方不能踩的 有些地方要踩的我都清楚 李居明又说为了庆祝续日 计划好夏年年初就邀请丐明辉在剧院演出 又乘机大爆说十年前 自己首次与业主谈成租时候 丐明辉就扬言要嫁给剧院 嫁给粤剧 那你真的长久地要嫁给粤剧的了 你不考虑结婚的了 其实我很追捧我自己希望去艺术发展 我和剧本谈恋爱 舞台是我的灵魂 剧本是我的情人 是 粉丝是我的自己人 是 你多开心 他根本没时间拍拖 没时间 我知道有很多粉丝 眼睛看着他 纵情了几十年 其实我喜欢做演员 有的 做演员是不同的角色 可以做到可以挥插自己 是 尚是做不到的 李居明也指 从2022年开始续约 亦都是香港变好的一年 还说很多街坊都很开心 知道剧院会继续经营 是的 最近续约 很多街坊都问是否续约 因为续约不到 他们不续租了 不在这里开店 想想一下 是的 早就吃完饭才看 我很喜欢吃鱼蛋粉 鱼蛋粉那个店铺 如果新疆不能续约的话 他说搬了 你搬了 就没有鱼蛋粉吃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喜训 大家很开心 新疆附近是起码有10间酒楼的东西好吃 是的 所以那些气迷 多数来是做一个小时来 吃完东西才入场看电影